在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上个月访问中国期间,两国签署了一系列经济协议,巴基斯坦获得了急需的外国投资。 华盛顿智库,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中国经济学家史剑道认为,中国也能从中受益。 中国将获得两样好处,这些项目可以解决中国工人的就业,同时还给公司带来收入,那是有关商业的一面。 在政治层面,巴基斯坦特别需要电力,需要更为稳定的电力供应,从而有助于巴基斯坦的经济与社会稳定。 中国同时也需要获得巴基斯坦的合作来遏制新疆和东突基金分子,中国说这些基金分子利用巴基斯坦领土在其动荡的新疆地区发动袭击。 我认为这项协议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就中国而言,双方认识到巴基斯坦必须打击东突运动构成的威胁。 马利克说,巴基斯坦为了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必须打击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 既然巴基斯坦已经和中国签订了经济协议,就必须在真正的反对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方面取得一些进展,必须建立起他们将要面对的直接的毫不含糊的既定目标,并且真正加以实施。 巴基斯坦的反美情绪高涨,很多人把中国视为是贸易伙伴,更是抗衡美国的制衡力量。 但是对巴基斯坦来说,过度依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一定是好事。 发展多边关系是可取的,对巴基斯坦来说,不应单纯的依赖美国或者中国,过于依赖中国将是一个错误。 中巴双边贸易去年达120多亿美元,两国领导人保证今后继续扩大两国的经济往来。 中巴基斯坦的状况